家事非送事件 那就产生说 同样一个家事事件法 这一个相同的法典 居然对监护所生的 属业平常事件 在第三条规定成丙类 那在121条又把它归类成 这个非送事件 那精准的来说 到底要如何去操作这些法条 所以像吴明轩老师的见解 就是说监护所生的 属业平常事件是家事诉讼或非送 这样前后矛盾 是一个立法程序的疏失 那么再来我们看他的立法理由说 这个三项五款 因监护所生的属业平常事件 那是属于家事诉讼事件 但是家事非送程序 未成年监护的章节中 却有121条有关监护所生的属业平常事件 所以对监护事件 规定是有前后矛盾的 但是许世焕老师就不同的看法 他说 监护辅助所生的赔偿 他本身是有征送性的 当事人对程序标的也有处分权 家事法虽然将他变成是家事诉讼 但是为了确保说监护辅助宣告 所生损害的权利人 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 那我们便利法院行使裁量权 斟酌双方的公平 把他非送化来审理 使得非送程序 依照非送程序来做裁判 所以照理讲 事件虽然是诉讼化 但是仍然是依照个别的特性 交错诉讼法理 来做审理的运用 不过 我们可以想 从体系解释来看的话 照理讲监护所生的属业平常事件 本来就是一个诉讼事件 但是却因为121条的规定 把他当成非送事件来处理 那就变成说 是不是有意去切割 成年监护跟未成年监护 这两种不同的态量 因为未成年监护的话 可能考虑的弹性是更加的多 所以不单纯 是只有很简单的 或者是 这个很具体的财产计算而已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区分说 未成年的部分是非送 成年的话是属于诉讼 那用这种方式来区分 似乎是更加的妥事 好 那再来看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家事法121条以外 其他属于 本质上的诉讼事件 是不是也可以类推 是用 这个121条的规定 允许当事人合议 或者是申请转换成家事诉讼事件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就是说 我们诉讼法理 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 其实涉及到的就是 程序到底要怎么样去转换 然后法理要怎么样去交错 那 除了是我们在 个别案件的类型 把它区分 作为类型化的一个标准 做判断以外 是不是还有种可能 是允许当事人 透过程序选择权的方式 把诉讼合议改成非送来解决 照理说 程序选择权 除了是来自于诉讼权的保障以外 它可以处分诉讼标的 也可以处分 这个事实证据 对于程序法理的部分 照理说应该是属于法院职权 或者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是不允许处分的 但如果能够让当事人更加幸福 更加去接受 更加的去采纳判决的结果 而愿意受拘束 重点是在于 有没有受充分的保障 而并不是在程序的途径 所以即便在非送程序当中 如果当事人已经受到充分的攻防 而且程序的保障下 那在这样的前提里面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禁止说 当事人把诉讼合议改为非送程序 也就是说当事人 诉讼程序既然是一个慎重 而且正确的一种裁判模式 那必须遵照证据裁判主义来做事实的认定 还有相关的程序法理 那非送程序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在于授权法院 更多适合裁量判断的空间 所以不受 应该这样讲 不受严格证据法则的绝对拘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差异下 当事人如果愿意 从诉讼改成非送 做这样的程序转换 在制度上并没有禁止它的必要 甚至像支付命令 它本身也是非送程序转成诉讼程序 或者是说像这个执行程序 也是从非送程序改成诉讼程序 例如像债务人意义之数 因为债务人受到强制执行 那这个非送程序当中 我们就可以透过意义的方式 来把当事人的真实变成诉讼 所以在实体法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在程序有一些转换的规定 那又例如说像我们满足性的假处分 或者是这个 这个定暂时状态处分 它既然有提前实现诉讼结果的可能 所以诉讼结果既然会因为 暂时状态处分而提前的被满足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在非送程序里面 我们交错适用诉讼法里 给当事人有更多的程序保障 所以除了市民的证明度 我们把它拉高成证明以外 还要让当事人有充分攻防 还有辩论意见的机会 所以在既定的诉讼法规范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有关于程序转换的部分 那诉讼程序如果转换成非送程序的话 似乎也没有禁止的道理 因为当事人为了追求一个迅速 而且更经济 而且更有弹性的裁判 从处分权主义 或者是从程序选择权 这样的一个精神底下 似乎是没有禁止的必要 而有类推适用的可能 但是啊 如果是属于非送程序的话 因为它本质上的设计 就是欠缺征送性 那既然欠缺征送性 你要把它转换成诉讼程序 如果是属于纯粹的非送事件 也就是欠缺征送性的非送事件 在这样的场合下 你要把它转换成诉讼程序 那似乎是有违背 非送程序设置的精神 因为在法律的设计上 一开始就已经把它划分成 诉讼跟非送 这两个领域来处理 所以在某些案件里面 某些事件啊 立法者已经预先的去设想 说欠缺征送性 所以特别把它 直接纳为非送事件来解决 所以如果在非送事件的程序当中 你要把它转换成诉讼程序的话 那么反而会违背啊 非送程序设置的精神 也因此啊 这个程序转换的问题上 非送如果转成是诉讼来解决 那么并不在这个加示事件法的这个问题上啊 应该是要被禁止的 没有类推的空间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结论上可以讲 非送事件可不可以转诉讼事件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啦 透过程序选择权的方式 应该是可以的 那只不过说 像这个 纯粹的非送事件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属于一个非送事件的设计 所以要转换成诉讼事件的话呢 除非有法律特别允许的规定外 否则不允许当事人可以随意的转换 但是啊 本质上的非送事件 本质上的诉讼事件啊 也就是诉讼事件 非送化的结果 这种类型的诉讼事件 非送事件啊 这种类型的非送事件 本来就是建立在诉讼法理的基础上 把它改为非送程序来审理而已 所以当事人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愿意合议哦 透过程序选择权的方式啊 再把它转换成诉讼程序哦 那当然我们没有禁止它的必要啦 所以我们不妨呢 用这个制度的本质 来做程序转换的思考 所以以上呢 是我们说啊 加示 诉讼事件 非送化的一个结果 那接着我们再看 本质上的加示非送事件 本质上的加示非送事件是 原本它属于诉讼 原本它属于非送事件 那因为追求一个慎重 而且正确裁判的结果 我们把它给诉讼化 非送事件 诉讼化 让它变成一个诉讼事件来解决 所以这种